第七屆移民工文学奖 第七屆移民工文学奖是一个跨语言 跨文类 有一个情愫着心想象的文学奖 在阅读移民工的参赛作品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让人谦卑的经验 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 如果不是因为透过这些文字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 他们如此深刻的存在 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对我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平凡人的生命 我觉得平凡人的生命是最感动我的 然后这次来参加这个文学奖 移工文学的这个比赛 我在很多篇里面 我觉得再次受到很多的感动 像这次就有《爱情黑》 然后也有那种奇幻小说 或者是他在写移民工相关的经历 如果没有这些文字的记写 这些故事就不会存在 那人也就不存在 所以当未来我们在阅读到历史的时候 这些人就消失了 所以我想这是移民工文学奖最重要的价值 我觉得移民工文学奖话也是一个认识 移工朋友认识东南亚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管道 那希望能透过这个文学奖 然后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这些 从东南亚来到这个印象打拼的 移工和移民们 有很多东西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只是文学小发现 尤其是在移工文学奖上 有许多不同的作品 不能够让我们看到 在每个不同生命个体的眼中 跨越过国界 跨越过种族 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的生命体验 谢谢有这次参加活动的机会 让我看到许多国家的姐妹兄弟们的 移工们的优美的作品 让我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非常的宽阔 丰富 也谢谢各位的生命 让我有机会跟你们相遇 那无论光明或黑暗 我想我们都希望 最后大家都会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 这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参赛者 每一个无论是移民 移工他们的一个忠心的情绪 谢谢 就很好的学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